加拿大东西岸的慈激志工 齐聚在温哥华参加四合一干部经济研习营 禁思经社法师也带来证言上人的祝福 大温地区慈激志工也在应对开始之前 为禁思堂进行年度大扫除 擦掉玻璃上的污垢让光线透得更多 重整各空间的物资让动线更为顺畅 大温地区慈激志工举办四合一干部研习营之前 先打扫禁思堂 清静了环境也沉淀了心灵 三天勤精静 不出国也能看世界 多人都跟温哥华跨了整个十个分支连点 我们能够聚在一起 共同来想我们如何让加拿大 更好 在天堂的国度 更多的黑暗的角落都能够 对外帮助 对内关怀 来自东岸多伦多的志工 发现要努力的方向 我加入慈激是因为慈激的事 我已经有了一种家的感觉 所以这也是 加入 我忽然发现 我对我的会员的关爱不够多 我想回去之后我会要去改正 去主动关爱他们 一个家难免有孩子在外打拼 家人也总会找机会探望 花莲浸丝金社法师和台湾慈激志工 远渡崇洋传送法亲之爱 让加拿大慈激人的享识之情得以托付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林玉珍 尤德坤 加拿大报道